2015年 津巴布韦的街头 所有人高举纸牌 聚众抗议 他们据理力争的 不是自身的权益 而是为了一头 统治了非洲13年 却惨遭捕猎者杀害的传奇师王 塞希尔 时间穿越回2002年 在一个酷暑难耐的夏季 塞希尔跟自己的哥哥 李安德一起降生了 两只小毛球 和所有嗷嗷待哺的小狮子一样 他们整天的活动 是进食 睡觉 以及找母亲撒娇 虎腹无犬子 才长到三个星期 塞希尔和其他小狮子 便与众不同了起来 一般情况下 小狮子都是由母亲喂养 而雄狮完全不予理睬 但塞希尔 从小便是在威严的父亲脚下嬉戏 甚至让他毫无办法 长到一岁 塞希尔浓密的鬃毛 便开始展现他勇猛的气质 每一次捕获猎物 都是他先进食 等他吃饱喝足 他的兄弟 才会分食剩下的残羹 看着塞希尔和李安德 日益的强壮 他们的父亲 有了领地的危机意识 趁着他们羽翼未封 父亲释放了怒火 父亲止不住的低吼 让兄弟俩明白 今天的这场驱逐 他们已经正式迈向了独立 在非洲 每年只有八分之一的公尸 能够顺利地活到成年 这对兄弟在陌生的荒野游荡 肚子空空如也 当路过草原时 看见一群食服动物 争抢着腐肉 兄弟俩才上前 免费地吃了一顿路边野餐 在这个尴尬的年纪 他们是笨拙 又缺乏经验的猎人 年长的公尸天敌 爱好偷食的草原二个猎狗 无所不在 面对好不容易捕获的食物 他们都只能 饿着肚子撤退 烟红的圆月 一夜又一夜地沉沦 塞希尔跟黎安德 不愿再被夺食 他们遵循本能 开始精进狩猎技巧 在水塘边 打着瞌睡的南非水牛 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 跟水牛交手 得靠合作 黎安德朝牛群发起攻击 吓得牛群疯狂逃散 塞希尔则是寻找 落单的幼崽 成功捕获了今晚的 第一只猎物 当炽热的太阳 一点一点地爬上天空 他们的毛发 肆意蓬勃 肌肉恐无有力 现在的他们 已经是威武雄壮的 成年雄狮 同时也意味着 领地的战争即将打响 住在万鸡公园 北部的老宫时 是一名生经百战的勇士 塞希尔迈着矫健的步伐 胜券在窝 因为他俩知道 这只老公狮 缺少一样东西 同伴 伴随着宣誓主权的怒吼 凶狠的利爪 迅速挥打在对方的皮肉上 三头雄狮 张开雪盆大口撕咬 黄土飞扬 仅仅是一个回合的爆发 适当力薄的老公狮 白沫横流 他不断地 喘着粗气 身见骨头的伤痕 清晰可见 他带着 苟延缠喘的性命 投降地让出了这片领地 兄弟俩虽然征服了领地 但政变想要成功 还要征服最后一道障碍 狮群的母狮 母狮 绝不会让弱者 成为自己孩子的父亲 同时 他们接纳的态度 也直接奠定了 兄弟俩的地位 塞希尔与黎安德 在离开原生狮群后 第一次真正地意识到 保护狮群与家庭的责任 已经落在了他们的肩上 作为回报 这对兄弟 获得了孕育下一代的殊荣 雨水再临 荒草转绿 塞希尔经过时间的洗礼 体型更加巨大 黑色的棕毛 是雄性荷尔蒙与荣猛的象征 母狮也因此为之疯狂 在经历了又一个春天之后 他们的第一窝宝宝顺利诞生 为了养活狮群 塞希尔与黎安德 会每天在领地的边境巡逻 笨重而缓慢的水牛 常常是他们合作的老目标 牛群飞奔 尘土飞溅 落单的牛犊 轻而易举地被兄弟俩捕获 狮群蜂拥而上 瓜分干净 吃喝不愁 母狮小狮陪伴在侧 塞希尔跟黎安德 在这片勤劲的草原上 过着美好的生活 但日月更替 统治草原的主人 永远不会只有一个 新的威胁日益逼近 他们是一头拥有 四头强壮熊师的公师联盟 领头的是同样体型巨大 且强壮的熊师 名叫耶利哥 伴随着震耳欲浓的怒吼声 战争吹响了号角 声扑猛琴 塞希尔兄弟俩丝毫不畏惧 但耶利哥狮子多 一片张牙舞爪的混乱下 兄弟俩被分开了 面对两名对手的猛扑 塞希尔犹如斗士 奋力反击 不但击垮了两名对手 还咬断了其中一只公师的颈椎 但黎安德就没有这么幸运 他被耶利哥体型牢牢压制 无法动弹 等到塞希尔前来帮助 黎安德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负了伤 失去了同伴 被彻底击败的塞希尔狼狈地逃离了曾经的底盘 而彻底获胜的耶利哥带领着剩下的两名成员 如愿成为了这一代的公师首领 甚至毫不客气地杀光了兄弟俩的后代 与此同时 在他们还没有孕育出新的一批小狮子之前 偷猎的黑手已经默默地伸进了草原 耶利哥外出巡逻 其余的两名雄狮被人类引诱到了保护区之外 惨遭杀害 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复上演 此时的耶利哥宛如彼时的塞希尔 他在一夜之间失去了自己的同伴以及地盘 误转星移 日夜交替 两名威名赫赫的战士 接连好几个月 没有了踪迹 就在人们对此惋惜不已 定性他们已经离开人世之时 一只长着黑色综帽的巨兽 重新现身于这片土地 塞希尔独有的领袖风法无法掩盖 王者再度归来 而与他并肩同行的 是他曾经的敌人 也是现在非比寻常的伙伴 耶利哥 消失的四个月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他们重现 再度盯上了曾经的地盘 现如今的塞希尔 威风凛凛 眼神带着灵液的目光 母师们轻而易举地倒戈了 北部的万级公园 被塞希尔与耶利哥重新标记 他们一起巡逻 狩猎 比喻于下一代 这对战士兄弟格外勇猛 以窝又以窝的宝宝 接连不断地诞生 没过多久 塞希尔与耶利哥 就被24只小狮子紧紧围绕 宝宝们长得很快 就像曾经的小塞希尔那般 他们最喜欢嬉戏和打闹的目标 同样是自己的父亲 甚至他们还遗传了塞希尔 胆大包天的性格 最爱的娱乐项目 就是在身经百战的父亲尾巴上拔毛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小狮子们不断长大 而塞希尔与耶利哥的威名 也不断远扬 在这个禁止狩猎的宝固区里 塞希尔并没有把人类视为敌人 但他庞大的体型 帅气的鬃毛 却使其沦为了目标 在一个平淡如常的日子里 塞希尔被两名津巴布韦当地人 用动物尸体引出了保护区 意识到不对的塞希尔随即逃亡 但偷猎的美国牙医请随其后 在经历了40个小时的逃亡后 塞希尔不幸中待 随后被斩首八批死亡 而在草原上 耶利哥凶猛的低豪 接连不断地响撤草原 他在呼唤他的兄弟 但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至此 只有贪心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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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